小红小绿的假料又来了 就在30号当天 而且还卡点了9点05分 这是科我们的95天选吗 接着假料的第一段来了 咱也不知道啥可爱 不过看对话 估计又是哥哥在逗弟弟 接着工作人员给哥哥一杯黄旗泡的水 弟弟只不过说了两句 重庆大辣椒就开始凶弟弟 我说弟弟你也太宠着他了吧 下面的这段 我看完要被那个双标的笑老师笑死了 以为别人点的就说有水平 换成了弟弟点的就变成一般了 你看当你知道没点水果 给弟弟熊成什么样了 弟弟哗啦哗啦解释一堆 估计这比赛一些场合说的话都多 弟弟这个巴尔多可真是坐实了 要我说弟弟这嘴啊 也难怪他哥总说他 属实啊有点欠 这条是关于弟弟和哥哥一起玩游戏的 但到最后这个话题逐渐跑偏 还有 我记得以前哥哥不是个小迷信吗 但看着话怎么感觉 弟弟比哥哥还迷信 不过哥哥的外号不就叫有钱吗 所以哥哥一定会很有钱